本世紀20大出千詐騙賭場的手法案例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我們繼續同大家講一下 本世紀20大出千詐騙賭場的手法案例 其實在這20大手法中有超過一半是針對白家樂為主 畢竟白家樂是賭場的主流遊戲 很多老千都想在賭場出千 其實都是圍繞在白家樂上花心思 再加上牌局的流程快 一局由開始到結束 最快可以在10秒之內完成 贏錢和輸錢都可以壞一瞬間 今集就同大家講一講老千是怎樣 只用半小時就可以在賭場贏走兩千多萬到兩億幾不等的巨額 當時有新聞媒體報導這宗案的時候 標題甚至是用澳門版的渡海號稱來形容 可想而知這宗又是一宗好像電影情節一樣的炸賭案 司警局就在2016年9月24日接到申口案某一個賭場舉報 就說有一名職員串通他人去詐騙賭場 司警就隨即展開調查 在深入分析和鎖定疑犯之後 就在當日上午11點去到連勝馬路的一個住宅單位 將其中涉案的38姓歐姓男子拘捕了 然後再去到路環石排灣公屋居雅大廈 就拘捕39歲的黃姓男子 我們就叫他大王某 去到下午4點 就在關閘邊檢大樓 拘捕剛剛在珠海翻澳門的另一名34歲的黃姓男子 簡稱小王某 而小王某就是這宗案中負責落住的兩名賭客之一 另一名有份參與的賭客就下落不明 去到第二天9月25日下午4點 在黑沙環新益花園附近 拘捕39歲的吳姓男子 4個人都是澳門居民 歐某是當時這間賭場的區域經理 在這個賭場工作了接近10年 而大王某和黃某本來也是這個賭場的區域經理 都是歐某的舊同事 不過被捕的當時已經轉職做達馬 負責賭博落住的小王某也是一名達馬 雖然他們被捕時拒絕與警方合作 但有部份的細節內容都仍然未清楚 不過賭場裏面有這麼多閉路電視 就算他們不肯講 他們在賭場所做的一切 亦都是一清二楚 既然這麼快就可以將他們捉賭歸案 即是說賭場與警方是一定程度 一定證據去懷疑出籤 我們現在看看他們是怎樣好像電影情節去犯案 就在2016年的9月23號晚上的大約7點 即是施警局接到舉報的前一晚 歐某就在賭場上班時間利用他的職務之便 就擅自在賭場貴賓廳的包房拿走一盒啤牌 這裏要跟那些不太了解賭場或伯家樂的觀眾解釋一下 免得大家聽不明白後面的東西 伯家樂就是由八庫啤牌所組成的遊戲 平時開始新一箱牌之前 多數都是由區域經理或主任去專門存放 伯家樂用牌的地方 拿一盒裏面有八庫啤牌的牌去賭場上被裝個洗牌 然後入鄉才開始遊戲 當歐某拿走了一盒牌之後交給大王某 大王某隨即拿走這盒啤牌因為他離開賭場 加上當時他們亦不肯交代是怎樣做手腳 所以這部份就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說法 但是我亦問了一些職業賭徒 大約了解了他們有哪些出籤手法的可能性 這部份就留在後面再同大家講 繼續講回元朗情而知的部份先 在大王某離開大約一個小時後 就和吳某一齊回到賭場 將這盒八加樂的專用牌交給歐某 歐某就將他放回原位 之後運用職權就要求莊可用這盒牌發牌 而世王某和另一名後來下落不明的男子 就去貴賓廳的賭桌賭錢 每一局大約一百萬的方式去落著 結果每駐都贏的短短半個小時 就連贏了二十四局 贏了兩千四百三十九萬二千五百元的港幣 之後他們就對馬大搖大擺地離開賭場 而且在他們賭博的期間 賭桌附近有多名可疑人物 就在記錄這些投注的情況 懷疑他們其實在賭底面 所謂的賭底面 就聽著或者外圍集團私底下 和這些客人對賭 如果以當時比較流行的十倍賭注 他們用額外多贏了兩千四百幾萬的港幣 可能有觀眾會懷疑這裏有誇大成份 但我首先就問了 如果你明知道你是贏硬的 你會不會有幾大還是幾大 那再講啦 他們都不是普通的客人來的 至少我們知道 世王某本身是一個踏馬 和他一隻賭錢那名賭客 亦都很可能是踏馬 即是當時在賭桌附近的人 大部份都是他們的行家 而且我都相信是他們找過來的 因此這些行家既然在現場 就一定很大機會和他們賭底面的 部分可能是連贏輸都跟這些人無關 他們只不過是收錢做事 那輸錢都是他們老闆的事 所以我相信桌底有兩億多 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甚至可能不像這個數 那講回整體啦 在這牌結束之後 歐某亦都是偷偷地把這盒牌拿走 賭場監察人員之後 發覺到兩名賭客有可疑 於是就報警求助 在拘捕犯人的過程中 亦都是起回作案時候所用的這盒啤牌 至於巨額裝款和另一名賭客下落不明 還有到底他們是用什麼手法出千作幣呢 在當時仍然是一個謎 另外有媒體報道 這個貴賓廳是洗米華當時有份投資的一間合營賭廳 更加有人懷疑這件案的幕後黑手 其實是這個賭廳的另一名股東 但是媒體向洗米華查詢這個賭廳被騙事件的時候 他是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看到這裏基本上我已經把新聞有對這宗炸賭案的報道 就已經敘述了一次 由表面的案情來看 我們只是知道 歐某是偷偷地把啤牌交給大王某之後再給歐某 然後有兩名賭客 在這一圈牌的賭桌上贏取巨款 如果新聞不是說這五個人是同伙一起犯案 外人是看不出他們有什麼關聯 所以他們拒絕認罪和交代實情是相當出名 就算退一步來說 他們最後被判入獄 他們之後是洗不到幾個小時就已經贏了很多人一世都賺不到的錢 坐幾年監出來下半世都衣食無憂 正因為是這樣 就算我們知道他是怎樣出錢 都不會把他們的手法詳細告訴大家 因為他這種作案手法 就算是去到今時今日 都是可以重複模仿的 而且難度不算好高 所以為免教壞大家 我跟著來就只會講 那位職業賭徒對他們的出錢手法的分析給大家聽 他就說 大王某就將這個啤牌帶走 無論他們對啤牌做任何手腳目的都只有一個 就是要知道這顆牌開出來是什麽的結果 有新聞方面推測 他們拿走這套啤牌是為了落汗出錢的 基本上這位職業賭徒就說是無可能的 因為無意義和多次一舉 百家樂就只有在落住後才可以看到這局牌 那幾張牌 那落汗的意思是哪裏呢 如果只想知道牌的次序 事先寄下來不是簡單好多嗎 用什麽多次一舉 除非高顧著他們做些不必要的行為 亦都是增加了被人捉到出錢序的機會 所以他們將整套牌帶走 無非都是想知道牌的次序和結果 而且補充 如果是這一副牌本身是未拆合的原裝牌 所有這些牌出廠的時候 本身都是按照一個特定規律順序入合 當然啦 不同的賭場這部份亦都會有所差異 而有些賭場在拆封的時候已經做了一次洗牌的動作 不過這些其實都不重要 因為估計這些老錢不單止已經是偷剃了盒入邊牌的次序 而是事先做了洗牌的動作 務求創造出他們想要的盒 那負責賭博的同黨是即時記住前半部份的結果 那為何不是全部而是部份呢 雖然說百家樂的流程是快 但半個小時就不夠他玩完一副牌的 好明顯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玩完整副牌 他們是想速戰速決 所以當初只是打算要玩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離場了 記好牌路之後 就把牌還回歐某 然後開始牌局等他們的同黨來贏錢 可能亦都有人會問 就算是把牌交回歐某之後 在入初開始之前仍然都是要經過洗牌這個步驟 那既然一洗牌他們是預先設計好的結果便會變亂了 那為何還可以成功做到幾乎買什麼都中呢 這個亦都是他們出籤的另一個關鍵部分 他說如果是以他前面的推測沒錯的話 他們在台面上邊那套牌是沒有經過真真正正的洗牌 歐某是用了某一個方式去避開洗牌這個步驟 那至於是什麽方法呢 就不可以同大家講了 雖然他最後是說整個騙局都是精心設計 包括連他們被人捉在內 好可能都是預料中的事 他們一早就已經做了罪壞打算 最多都是坐幾年而已 下半世已成無憂 所以他們被捉了之後 亦都是齊心拒絕與警方合作交代案情 減少被起訴的罪刑 那今集同大家看的這宗二十大 詐騙賭場案之一的案例 大家認為內情又是怎麽樣的呢 可以在下面留個言討論 那下集再同大家看下其他炸賭出籤的案例 好啦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